種植了快一個月吧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是完全水上葉的 新大 是矮珍珠 是迷你矮珍珠 牛毛毯 應該是迷你 這一盆長得特別的好 然後因為這種流水式的 流水經過的地方 有時候都會長藻 現在褐藻的問題 已經幾乎沒有褐藻 現在變成是綠藻 還有絲藻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來 教另外一種就是 不用這種流水方式種 的話也可以種 種水上葉水長 只是說這種流水方式是比較屬於 你可以 可能長長出去 長時間出去玩都不用顧 沒關係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假如你短時間內 不能長時間出去 不然你的水長可能就會 面臨全部死龍的狀況 大家好我是久伯 大家如何用盆子 然後來種水上葉的水長 原本我是用磚塊這樣壓著 我覺得這樣不是很優 這個是小一號的 我發現他是可以 剛好可以前上 然後稍微壓一下 然後我改用這樣的主要原因就是 你看這邊齁 這邊有水 對不對 這裡可能會有蚊子或什麼 爬進去 可是這個剛好是蜜盒 所以這個蚊子沒辦法到這裡傳暖 就可以免去蚊蟲之身的問題 就可以免去蚊蟲之身的問題 我這次用的這個啊 這個是四育土小粒的 我原本都是用 極細的 買不到極細我就買小粒的 所以 可是小粒的剛好這個網子的洞 跑不出去 所以就不用用網子 所以就不用用網子 假如極細的話啊 你就要去用這個 這種沙布網 泥弄的 把它網住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放吃魚主 不然它會掉光光 那這種小顆的就不用 它掉不出網 這次啊 要種的是這個 迷你海珍珠 這個土比較大顆齁 這稍微先挖個 看你要種哪幾個洞 再拿一片 輕輕的蠟就好 然後把它塞到這個洞出去 然後把柠子在一起 再拿一片 就行了 這麼多 無論是 呢 但是 無論是 這一個洞 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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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白鰓 假如你家裡不適合像九伯 säga 家裡用像這樣子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在陽台或樓底 就是有空地的地方 用這種方式去種植 第一就是他蚊蟲比較不會支撐 然後第二就是他也可以保水 你看清清液壓 所以 都是有水 就是盡量不要讓水滿出這個 施育土外面像這樣的話就比較容易長藻 或是像這樣子 假如你就是在 施育土的表面都沒有水分然後底下有水分的話 他比較不會長藻 像這種種法就必須要全部都是水上面 你假如是混到水中葉你用這種種法 他馬上就會乾掉 你可能隔天起來你的草全部都乾了 這種只適合完全水上葉 那我們就期待這些迷你矮珍珠 順利的長滿整盆吧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有句話 如果沒有要讓我來 我們等一下再看 你怎麼會不通 你呼籲一下